HELLO 大家好,小朋友們家です 今天我們來講講大世界的艦隊編排模式 大世界的艦隊其實有四個艦隊 海面艦隊讓你用它一個潛艇 為什麼要帶這四個艦隊 其實這四個艦隊其實不是讓你隨便擺擺就好 因為我們要針對不同的敵人做不同的輸出 比如說像這個海域裡面 這個敵人對於航空傷害是半減 並且他的對控能力只增加50% 所以你傻傻的用航空攻擊去打 他把基本上打不出什麼樣的傷害 我們可以學用炮擊或是魚雷 對他的輸出會比較有效率 有一些精英怪一樣 他們都帶有不同的被動詞綴 所以你要針對不同的精英怪 去做不同的輸出 找出他的弱點 敵方直接增加防空的能力 所以用航母傷害其實打不出來 基本上魚雷或是炮擊還打得出一些輸出 最後打到一定比例的血量之後 會增加一個輸出的bonus 像這邊就直接增加了一個炮擊30%的增傷 所以後面我們用炮擊的隊伍 去了解他是比較有效率的 所以顧名思義這四個隊伍 我們都要有一個專門的輸出手段 接下來我會跟你講說 這四個隊伍究竟要怎麼安排他們的輸出手段 首先我們來介紹一下道中隊 道中隊的體系顧名思義 他必須要有一個續戰力很強的一個機制 再來就是輕雜魚夠快 因為我們道中可能要打很多 然後才能打到王之類的 所以整個這個道中隊 戰的這個需求量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他的續戰力能力一定要很好 那當然首推我們這是法國隊 法國離續有一定要上的 那這個陰仙座作為補血的這個角色非常重要 那如果沒有陰仙座的話 我們也可以換成其他的一個輕行 比如說獨角獸或是龍鳳 這些有補血能力的這個角色 一定要補血 因為他是這個續戰能力非常重要 那另外這邊浪巴爾也是一個法國的一個艦隊 那如果你不要用法國的話 那還有其他的 比如說大家家還有這個香檳 這些都是擁有這個很快速炮擊能力的一個角色 那對於輕雜魚或是整體的道中的這個輕怪速度 會是非常快的 那前面當然也是我們這個法國隊的一個成員 那中間你可以塞一個驅逐 因為前面貞德跟這個路易他們的行數都很慢 所以前面非常的慢 我們必須要塞一個驅逐 反正這次驅逐也上修了嘛 塞一個吸力改整體的這爆發力會比較快 因為他們輕雲雜魚的能力都很快 所以爆發力快 這個時間浪費的也不會比較多 那如果你不要用吸力改的話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一個驅逐 你喜歡的驅逐 至少帶一個驅逐出去 平衡一下前方的這個行數 那後面有這個可布嘛 可布對於整個法國隊的能力提升也是不錯的 好 第二個我們來介紹一個炮擊隊 那這個炮擊隊呢 其實是針對重甲去做一個設計的 好 基本上都帶這個香檳炮 沒有香檳炮的話 你就帶一些徹甲炮 主要是針對這個大型的重甲敵人 或是中甲敵人去做設計 那炮擊能力最強的當然就是我們的大敵 那還有河奧 河奧其實你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以換成其他的一個戰略 比如說像驗戰改啊 或是什麼喬治亞 這些比較具有炮擊能力 很強的對於中中甲敵輸出 都有不錯能力的一個戰艦角色 那約克爾就是負責增傷的嘛 那至於他是炮擊的話 那前面可以選這個羅恩 針對這個炮擊輸出 還有這個所謂的這個彈的能力都很高 那羅恩後面其實也有其他的一個改變 你可以用羅恩 當然後面有什麼舊金山啊 迷你這些炮擊能力都不錯 後面還有這個謬羅恩 也是一個選擇 基本上我們都是選一個炮擊能力比較強的 可能對方是怕這個炮擊的角色 敵人 那凱倫納改 那炮擊的聖地亞哥其實也是不錯 那如果你不想用聖地亞哥的話 其他具有炮擊能力的 比如說倫敦啊 還有什麼迷你這些 其實都具有不錯的炮擊能力 主要這個是打針對這個炮擊落點的敵人 去做輸出的 好再來我們介紹一個航母隊 那航母隊的主軸呢 主要是這個杏龍 那配合我們這個方舟 那還有這個翔赫後 後面有個增減傷起飛的能力 那整體都使用這個流星 作為主要輸出手段 因為有減速 那流星的命中率相對是比較高的 那這邊前排呢 我們使用裁軍 為什麼前排一定要使用這個防空能力高的 因為航母後面有這個隱匿的一個新的系統 所以我們必須要用防空能力高的 來阻止對方的飛機飛到後排 打擾我們這個隱匿值的這個增傷手段 所以前排使用防空能力高的 可以有效增加我們後排航空的一個輸出 所以裁軍對於這個防空能力 還有前排的坦度輸出其實都很好用 再來我們可以用西木桿 西木桿有這一個航母增傷 那一定要用重音的這個角色 為什麼 因為三重音才可以使這個 性能有這個航空值的增加 所以要三重音 那如果沒有西木桿的話 你要用誰 我們可以使用這個有名桿 有名桿其實也是一個有航空增傷能力的 那在後面還會出一個風雲 風雲一樣都有航空增傷 還有其他航母的buff 所以最好最好就是用風雲 那台版現在還沒有的話 可以用這個有名桿或西木桿 來增加這個航空增傷的手段 那再來就是天堂型 天堂型對於航母有buff 對空能力也不錯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選前排 有對空能力好 還有一些航空能力buff的手段的一些前排 好接著我們來介紹 一樣是航母隊 就是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性能的話 那你可以用其他的航母隊 就是以企業為主軸的一個航母隊 企業Lucky就不用說了 埃塞克斯也是相對穩定的一個航母 那後面有一個獨立改 獨立改對於這個跨艦隊 或是自艦隊航母的這個裝填 還有航空值的增加buff其實都很好 再來它自己的輸出也是其實跟正航差不多了 非常推薦用獨立改 那如果沒有獨立改的話 你還可以用半人馬 半人馬整個也是一樣 它也是具備了這個buff 還有一個空襲能力的一個增加 再來呢前排使用我們使用霸地魔 霸地魔對於每一航的這個buff是有增加的 而且它自己的輸出坦度其實都不錯 那萌比也可以增加前排的一個坦度 還有命中輸出什麼之類的 那主要就是我們要針對這個一樣 要有一個比較好的防空能力 後面可以帶一個西雅圖 西雅圖放在對尾有一定的坦度 然後對於整體這個防空的能力也會大大增加 前排有一定的坦度一定的速度一定的防空 那後排這些航母的輸出空間自然就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 主要是偏向榴彈輸出 因為可能打一些輕甲怪 再來或是補陣一些像是怕魚雷的角色 所以這邊我們使用的這個是屬於叢陰陣容的 榴彈最主要就是長門 長門的大漆就是榴彈屬性 然後天城一樣它也是有榴彈屬性的一些彈幕 那屠左一樣它也有跨這個艦隊 還有跨這個瞭劍的彈幕 所以整體彈幕對於這個榴彈的射擊其實都很好 那主砲都屬於用這個榴彈體系的 那前面的武器其實你裝備它的專武之後 也是一個榴彈屬性的角色 那它配合這個鋼板 坦度很好 就是重陰角色 重陰buff起來 整體的坦度輸出都不錯 那我們可以配一些北風能帶來增加魚雷的輸出 有些角色可能它就是怕魚雷 所以我們這邊多了一些魚雷的輸出 可以去做額外的輸出手段 所以整體這個重陰陣容 既有這個榴彈輸出 也有這個魚雷輸出 所以你可以安排這個隊伍 去針對怕魚雷或是輕夾的敵人 用榴彈輸出來解決它 那北風這邊呢 如果你沒有北風的話 你當然可以用其他的啦 比如說像是後面有些吸力改 導風 連撥桿 這些都可以去做為這個魚雷輸出手段使用的 基本上後面用這個導風 基本上都是在切豆腐啦 那前面沒有的話 你就是加減用 既有這個普通的砲擊輸出 也有一定的魚雷傷害 這個隊伍其實還蠻平衡的 所以我們來介紹一下潛水艇的這個設計 那基本上用鐵血潛水艇當然是最好的選擇 那核心就是這個U96 U96算是鐵血潛水艇的核心 那絕對不能換 那U81或是U47其實輸出能力都很夠 那後面其實U47你可以換U37 如果台版後面有抽的話 可以換這個U37 U37的這個打擊能力 還有它整體自己的這個提升都很高 那這邊設備一樣嘛 就是磁雷 進氣管還有奈壓殼 那你沒有奈壓殼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彩棒 那鐵血之外呢 你可以用其他比如說兩條魚 配一個其他潛艇的一個設計 好 大青蛙魚刺激 基本上也是用魚類的設計 魚類基本上他們自己的氧氣都很夠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美國魚類配合這個彩棒 打一波爆發 那119的部分 因為你沒有其他的魚嘛 魚後面有一個叫做射水魚 後面活動可以取得 那基本上其實這次版可以用這個AQUA 那台版基本上要入手AQUA是不可能的 所以基本上你要用AQUA配兩魚的這個情況是沒有的 後面再來就是可以等這個射水魚 來達成這個山魚的一個體系 好 所以中間現階段你可以用1191 或是168之類的 那基本上這個前推艇的能力設計大概就是在這邊 主要就是設計出來打一波爆發使用的 好啦 基本上配置大概就是這些嘛 就道中隊 然後砲擊隊 航母隊 然後人隊這個魚雷輸出 或是榴彈輸出的一個榴彈隊 那這個前推艇也都是差不多這樣 那這個配方呢 我會丟一個連結在底下 你可以自己慢慢去參考 或是你自己影片暫停下來去參考裡面這個裝備的配置 好 以上是針對這個艦隊編排所做的一個分析 基本上這大事件你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 那遇到問題不用怕 底下這邊都會有一個help 小tip可以幫助你 如果有遇到問題的話 你可以翻翻看說這裡面的這個 解答能不能幫助到你 因為台版上有沒有基本上也是中文的嘛 中文應該看得懂 去翻翻看可不可以解決掉你的問題 或是去參考一下我之前的一些影片 好我有做一個基礎的影片 可能有些在版本上一些不同啦 因為畢竟這大事件在日本已經上了一段時間 從前有修改過一些細節 好看看參考一下 看能不能解決你的問題 理論上這個大事件說起來也不是很難 如果你是已經可以通關13章的玩家 這大事件對你來說應該不會難太多 你只要針對這個敵人的弱點去做打擊的話 要打敵人其實比13章的王還簡單很多 所以不用想像的太困難 那如果還沒通關13章的玩家 你可能就是角色啊 或是各方面的武器啊 培養啊能力 可能都要再練高一點 針對這個大世界的這個攻略 要更積極一點會比較好一點 好啦以上是針對這個大世界 隊伍編排的一個分析 希望能幫助你 那我是小朋友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